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前置的部分 其實你要做這個輸入影片剪輯 事實上不必要用會生會影的 反正一般我們比較常見的 大概就會生會影在未利導演這兩個 那如果這兩個軟體都不一樣 還有一個影片用 現在就是微軟的Money Maker 但是內建的那是等於是 如果沒有正版的Windows 那就等於是免費的 好那這三個應該是我們比較常見的 免費軟體在這一塊是比較少的 那麼我們先看這個前置作業的部分 首先當然您必須要有一些硬體跟軟體 比如軟體像這種剪接的軟體 那麼硬體的部分的話 其實以我們現在來講的話 如果您要做DVD的 DVD這個部分了 那它自上都沒問題 但是如果您要用到這個HD 它就很抱歉 因為檔案會大很多 所以說他們現在 新的軟體都一直在強調說它可以編輯HD 但是它大部分都是會先幫你 把你的HD的這種影片 先轉成一個比較小的 小的MPEG一般的那種 就是MPEG2的 就是DVD的規格的 所以你分析完確認之後 最後輸出它才在幫你 把它奏用到這個BAR的DVD的 這個影片上 而HD的影片上 所以這個是 這樣子 那麼其實您的最好配備的部分 除了說軟體之外 事實上您可能DV或者數位降機 事實上很多現在用數位降機都還可以錄 它最後輸出的話 如果您要變光碟 那你那個光碟機 藍光的一般這樣是比較貴 還是比較貴一點 那如果您是一般的DV 都是至少一千塊有找 對不對 已經降很多了 但是不只這樣之後 還要什麼 欸 老師 如果您做成那個光碟片的話 直接在上面 摔入起來 然後就裸片給人家 這樣好像不太好意思 不會啊 好 你們覺得我簽名呢 呵呵呵 這樣簽名的這樣會有點不好意思啊 所以呢 可以的話 您可以再加上像這個 對不對 對啊 貼紙啊 當然如果要再重鑽一點 有那種 專門是在印那個像 那個光碟那樣印腳機 那你會起來 差不多一萬上下 那個投資比較大 所以簡單一點你用這個就好了 還有另外一種選擇 老師有沒有 我看過那個光碟機啊 有一種分明叫做光碟 一雕一雕 就是光碟片它就直接燒入 我這邊我看一下有沒有在 啊沒有在到 沒有在到 有那種光碟片 可是它刻出來的是黃黃的那種 有點像那個 古銅色那種感覺的 好它就是 我們平常燒那個光碟片不是在 亮的就是要燒那個朝下對不對 那那一種是尖倒過來 重面朝下 就利用你的那個光碟機的雷射 雷射頭去把它燒出來 這樣也可以 不過那個就不是很多人用嘛 好不是很多人用 所以也是一個方式 那麼 有了這個說我們要做什麼 素材收集對不對 那麼老師的素材收集 可能是影片可能是照片 但是 聲音也會有對不對 你可能會 取得從CD裡面 或網路上你找到一些那個 那個音樂 把那個音效過來 那麼在這個素材的過程裡面 收集的過程裡面 我不知道老師會不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 素材你收集到之後 不見得電腦都可以播 或者會真會你都可以支援 對不對 有可能 比如說你如果在YouTube上面抓著 也不見得能夠會到我們 會真會裡面來 甚至有時候你連電腦自己 沒辦法播 有沒有 有這個可能 所以可能都需要做一些轉檔 甚至 老師如果您的是那個來源 可能是那個什麼 就是地域低的 比如說您去那個 那個出租店 出租店 您去租的片子 那如果您說我要結局某一段進來 那怎麼辦 貴公會也可以做 但是你也可以用其他一間 結局好之後再也要怎麼樣 把它 加到你的影片裡面來 因為有時候可能不見得都是我們自己錄製的影片 對不對 好 有時候我們可能要講解 那麼 我們先稍微看一下一些基本的那個視訊的概念 原則這樣我們就看這個DVD就可以了 好 DVD HG也可以看一下 首先 因為我們要做視訊 所以說這個地方 老師要留意一下 我們台灣用的是這個美規的 那個看筆多快好了 這個樣的 用的就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說 像早期的話那個錄影帶 那個就 台灣看的 燈到路看就絕通 但是現在的話 因為都是數位的 所以它可以直接切換到還好 但是你要注意一下就是 台灣的用的是這一種 那麼 所以 您看一下那個DVD的尺寸 就是720x40 720x40 感覺沒有很大對不對 但是您看一下我們HD HD的話大概是這樣子 1920x1080 好 1920x1080 那 老師您會發現最近 比如說您買電視也好 或者那個液晶螢幕 他一定都強調我支援所有的Full HD 有沒有 我跟你講 有加這個字 跟沒有加這個字 不一樣 因為沒有加這個字的 是這樣子 所以有些您的什麼 數位相機 或者是那個 手機 他說可以 我可以拍到HD 跟Full HD是不一樣的 那個尺寸是不一樣的 真的 我反過來 所以您可以留意一下 這個地方是不同的 好 那 所以說後面這個 其實就比較沒關係 原則上都是N-tack2的規格 好 N-tack2的規格 只是說 您稍微留意一下 這個的話 大概是多少 大概是200萬左右 也就是說 其實如果您是 老師 您是拍那個照片有沒有 現在我們拍照片 那個解析度不是都很高嗎 現在是高到上千萬 但是這個上 全部都沒那麼多 如果你要在影片上的話 真的不用那麼大 真的不用那麼大 因為 即使是HD 也才200萬而已 對不對 除非你要印出來 比如說你要沖洗 那個才要比較大的 那麼我們比較常見的這種 影片的格式 大概有這些 這些應該老是比較常 網路上比較常見的是這個 這個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最近很流行的 這一種 連在那個 Youtube上面 這種所謂影音網站上的 通通通都是這一種 不然就是什麼 就是這一種 FLV或者是NP4 因為這兩種影片的格式 他們都強調 該畫質 但是檔案怎麼樣 會再比傳統的那個 跟這個再小一點 所以 它會一兩點 那另外 其實如果老師 比較常那一看那種 院信片的 不用去電影院看 再加看院信片那塊 墓上比較常 應該是這一種 好 這個 這一種 因為各種的 它傳統 也是 品質很好 然後可以直接在 抓下來 這個還蠻快的 所以 這給您看一下 那麼 首先 可能要 給老師看一下這個 因為 這個我們稱作萬用 電碼 因為 我們在前置座 建議老師稍微裝一下 好 這個軟體的話 其實 都是免費的 當然 網路上也有很多 都類似的 它就是把它收集起來 因為網路上這種格式 跟我們家電的規格 比較不大一樣 我們家電規格 它是比較固定的 你超過那個盆就不行 可是網路上這種格式 隨時 隨便出新 所以有一些比較新的 可能沒辦法直接播 比如說 你看 像SLV 這種檔案 有沒有辦法用 密機要回來播 沒有 對不對 你必須要自己找軟體去播放 那所以說 像這樣子 就很麻煩 那有些時候 你可能 透過這個 編碼器 解碼器 安裝完之後 你電腦裡面 大概 應該網路上 超過95%以上 應該都可以播 包括聲音也好 包括影片也好 好 那麼 這個軟體 我等一下要分享給大家